尼尔斯奇俄旅行季 二 那晚尼尔斯梦见了他的父母 可是他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 他们变得白头发灰白眼上布满了皱纹 他问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 样子 他们回答说 他们变得这样苍老 是因为他们太想念他了 到尼尔斯醒来时 已经是早晨了 他把牛棚的门打开 让母牛能出来到 和一临近的农庄去 只要母牛单独出去 农居们就会毫无疑问的想到 母牛的女主一定出了什么事 他们就会感到这个 孤季一季孤季的农庄 来看望老夫人 这样他们就会发现 他的尸体已经把他安脏空 就望见一座山坡 他们知道那肯定是塔山 阿卡和大雁们 以及六只小雁 早已在塔山坡上 等候着他们 当天晚些时候 殿情继续推行 他们在 歐andi 致屑里一下 回復附近 离开了平原的 原地去向北朝 考尔茅登上 登飞去 这使尼亚斯 突然喊了起来 原来是他 坐在俄贝上 一只脚 暗框 放来当去 把一只 用鞋给甩掉了